上座网页 网页上面你又布局 要什么就改一下 那最重要是底下那个内容的部分 你要找到那个几个标签 包含就是那个Hint 里面的Hint H-I-N-T 这一个 跟那个Input Type的部分 Input Type的部分 那接下来就是说 版面配置 其实各位有没有 它预设是一个layout 是一个linear 只能循序 那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呢 我希望把这个 拉到小一点点 拉小一点点 对 我觉得拉这么小 那如果我希望怎么样呢 把这个 放到它旁边 那你想说那放旁边很简单 拉过来就可以了 放开 拉过来放开 奇怪 你想说怎么会放不过来呢 因为它的layout是什么 linear 对 由上往下 那你想说那我如果要放左右两个怎么办呢 其实 接下来顺便讲一下 这边有layout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在layout里面呢 再放一个layout 左右的 其实你们看一下 这是什么垂直的嘛 上面不是有个什么呢 水平横向 对不对 你就拖拉出一个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里面 这个的下面 放开 或者直接丢进去里面也可以 放开之后的话呢 这边就多一个 那我要我把它再往上移了 移到这个第一个 因为我要是怎么样 我希望把这个ad test 有没有把这两个 放到这里面来就可以了 那怎么放 特别是按住不要放了 丢进去 放开 丢进去 放开 有没有看到 就OK了 所以很多那个写APP刚开始不会排版 很简单嘛 你就跟网页一样嘛 你就是等于是画那个版面 把它丢进去就好 所以这个就基本上 版面就很快就配置好了 不会太复杂 不过我跟各位讲一下 很多书